风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服务业管理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服务业管理 第十二讲次 服务供应关系 首先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陈婉文 陈老师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明一下 服务关系的一些 他的关系问题 再来是林哲景林老师 同学好 很高兴今天和同学一起分享 服务供应关系 好的 那么今天谈到的服务供应关系 那我们想到的是供应链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一些 三单元目标包含的一样 就是说我们先认识一下 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管理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服务供应的关系是如何形成 第三呢 谈如何能来管理服务关系 接下来我们谈谈就是这个服务委外的问题 就是如何来管理服务的这个外包 那么我们来谈谈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供应链管理 因为它是跟服务业的这个供应关系 关联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那么我们来介绍这个有关于实体商品的这些供应链关系来看看 我们需要用整体的系统观念来看待整个这个商品的供应链 以因应我们整个目前的这个产品生命周期日趋缩短的一个现象 还有整个全球化市场一个发展一个竞争 那么许多高科技产品在问世不久后就会怎么样 很快就过时 因此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参考的这些情况之下 这个规划制造产能 制定时程及设定存货的这些储存标准就显得非常的困难 不良的规划可能会错失这个销售的商机 会导致我们这个这个浪费过时产品的一个存货的一个折价 那么竞争压力可能就导致了我们公司在找出整个供应商 和设置整个生产制造的作业时间点 那么就必须要放言在全球举例来说 一台个人电脑可能利用亚洲地区提供一些像是零组件 那么在可能在美国做成的半成品 最后可能他是在欧洲那边比较临近顾客的地方下单 以后再去进行最后的一个产品组装 那么在整个这个实体的商品的这些供应管理上面有很多的挑战 那么请林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管理 供应链管理的一些相关挑战问题 好 刚刚张老师有谈到供应链 从下游 中游跟上游这整条供应链里面 他其实会有他的一些挑战存在 那供应链的管理的挑战呢 他是在于平衡制造以及存货的一个成本 以及将产品安全可靠的送到顾客端的一个要求 那供应链的模型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管理者可以评估哪些选项 在合理的成本支出下 让顾客满意度可以提升最多的一个情形 我们一般来讲供应链我们认为是一个网路的模型 以描绘出我们资产成本 还有客户的一个服务的时间特性 这两者的关系 上述所讲的资产成本 一般我们指的是我们的存货 还有我们的资本设备 那我们的时间特性的话 包含我们客户订单的反应度 还有传送产品的稳定度 那包含整个我们成员里面的体系呢 的互动者来讲他的整体的一个系统观点 我们来看的话 这个可以有助于帮我们找出一些衡量的方式 来满足我们顾客的一个需求程度 那如果无法稳定的把货呢 送到或者增加安全存货的成本 这些呢可能都会造成我们顾客的不满 还有我们业绩的一个流失 所以我们如何成功的把供应链管理做好 这个呢可能就要藉由我们有效的伙伴关系来达成 以及所有供应链上面参与者的合作才能够来达成 在一个没有互相协调的一个供应链里面 容易产生长边效应 什么叫长边效应 也就是我们下游的厂商呢 它的订单有稍微的变动 它就会造成我们中间的一个批发商 以及上游的一个制造商 它的一个订单量更是大幅的波动 就像一只鞭子轻轻的挥动的地方是波动不大 后面的波动是非常的大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长边效应 那供应链里面的独立环节 它是没有办法来预知我们终端 顾客真正的需求量需要是多少 所以呢这样子的过度反应呢 会使我们的一个整个供应链里面的存货会波动 那这个效应就会层层的往上去推到上游的地方去 所以在供应链挑战里面我们必须来探讨到 供应链协调的不足 它会导致我们供应链体系变得不稳定 而且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导致各个环节的存货囤积 那稍后又出现缺货 像早期的SARS就是这样子 口罩很缺 那很多人就下单 那定了很多之后 SARS过了之后呢 我们的口罩就消不出去 所以囤积很多 又缺货又很多 这就是常见的效应 所以我们怎么来管理这样子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存在的因素 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确定性有三个因素所造成 第一个因素是由于我们上游供应商的配送的绩效 第二个是制造的稳定性 第三个是顾客需求 这三个不确定性 尤其是我们的顾客需求 它的波动性是更大的 那存货就是利用这样子来因应上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解决方法 为了来达到我们顾客的服务的标准 我们会保存一些额外的原物料或安全存货 这样子即使供应链上层的流程发生了一些问题 也不会去影响到我们交付顾客的订单的数量 但这样子的做法却会造成我们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增加 有许多因素呢 可能会造成我们供应厂商无法准时的交货 这些因素包含什么呢 例如风雨的盐物品质的问题 机器的故障以及原物料的一个延迟 那我们长久经营下来的时候呢 对于每个供应的厂商都应该能够建立一个准时交货的几率分配 然后运用这个几率分配 我们来做一下在我们的采购的协商上面 因为越稳定的上游的供应 就越能够减少我们下游所需的一个存货 好的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是针对实体商品 它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的管理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自己服务业管理里头 它的这个服务供应关系的一个认识跟管理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的一个名字叫做 供应者跟顾客之间的一个二元性 那么因为服务本质创造的顾客 供应者的一个二元性 那这样二元性让服务供应关系跟制造业的这个供应关系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制造者制造业所描述的将实体 有形的这个实体物品 从一个单位运送到另外一个工作单位 那服务则是根据顾客许多不同的一些购面 他们的要求来行事 那么我们谈到了这些二元性 可能包括了什么呢 心智像是教育类的娱乐信仰 身体像是交通把身体移动 还有住宿健康照护等等 还有像财产 如果像修复 这个自动修复的干洗 还有这个银行保险 这是财产问题 还有像资讯类的这些服务 像是财税的一些准备 保险法律的辩护等等这些 都是属于二元性 因此所有服务都用按照顾客的需求 来进行这些特定购面来做这个表达跟形式 所以这表示顾客在服务交换的同时中 也扮演了供应商的角色 这是比较特别 跟这个制造业比较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顾客 供应者的一个二元性 两者的角色 有密集的一个互动 那我们用图12.1来看看 整个以服务地送公司 供应者还有顾客 他们这个之间的双向的一个关系 来说明这样的二元性 我们来看看 这是图12.1 整个服务供应双向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到几个角色 包含了顾客 圆圈圈这个顾客 还有供应者 还有什么呢 这个服务提供者 那中间还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服务设计 我们来看看 这个图示里面有线条 那线呢 如果实现呢 表示的是原物料 东西有型的递送 那么这个虚线的箭头呢 指的是这个资讯的这个递送 我们可以看到顾客递送了 他的需要呢 给我们的服务设计 虚线过去 那么服务提供者呢 可以从服务设计这边 传送有型的 因为客人无形的这个需求过去 那么变成有型的东西 提供给这个服务提供者 服务提供者呢 再提供给什么呢 我们的顾客 做双向的资讯交流 那么服务提供者 也可以跟其他供应者 因为有其他配合的厂商 提供资讯 提供原物料 那这些供应者也会提供 这个有型的产品呢 去给服务的设计单位 那么这个呢 就是描述了 整个服务供应双向的关系 扮演了这个顾客 跟服务提供双向 他们的一个交流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继续 我们的单元内容 好的 刚刚服务供应双向的 一个二元性的关系呢 谈话我们来谈谈 所谓的服务供应链 它跟这个制造业一样 会有一个供应体系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 单层的供应链 等一下我们可以从 表12.1来谈到 所以这个什么叫做 单层服务的供应链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提供者 我们称为单层 这些简单的例子 像是说呢 这个服务交易呢 是在直接在这个顾客 跟服务提供者 直接来进行旅行 而不需要其他的辅助的 这些这个刺激的这个供应商 例如像牙医帮这个病人治疗 牙痛并且补牙 就他们两个单位进行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这张图表上面 也举了很多例子 我们来看看 像是这个心智的这个服务范畴 供应的这个者呢 顾客供应者就是这个学生 那服务提供者当然就是教授 那这个输入输出的是什么呢 我们进食心智知识上的一个输出 进食心智的转换 学生输入是什么 他的心智 那么教授能够把它转成他的知识 那像身体呢 像这个牙医呢 我们进行这个 这个身体病患进去呢 牙齿的进去 然后呢 这个输出是什么呢 牙医把它这个输入的 可能有问题的牙齿 把它进行补牙 或者修复等等 那这个其他像财产类资讯类呢 我们这个表上面一样 可以来做类似的一个 这个比照跟推理 那这个是有关单层的 就是没有其他的 这个供应者的情况下的一个 供应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双层的服务供应链 那么等一下从这个下一张表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是双层的 那这个表里面呢 多了就是服务提供者需要在第三方 另外一位的这个供应者的协助下 才能完成所有的服务 我们来看 举例来说像一个这个病患身体不舒服 他去看医生 那么医生呢 就对病患进行抽血 然后受到送到这个血液实验室去分析 那么医生呢 必须要在收到实验室寄来的这个血液报告 分析报告以后才能够诊断这些病患 所以他必须要辅助 藉由第三位供应者来辅助 像这张图表我们看看 心治的服务范畴呢 他的这个服务提供者这是病患 那输入他可能是不正常的心治 或是需要的治疗 那服务提供者可能治疗师 那这时候呢 需要什么呢 治疗师有他要吃药 要所以这个治疗是要开出的一个 他的输出 也就是下一个输入就是处方 那处方最后我们会提供 这个药局来提供 就是服务提供者的这个供应商 就是他的下游 那么呢 由药局来提供这个药物 所以呢 这个是双层的一个服务关系 我们以身体来看也是一样 刚刚讲的身体的这个病患的 这个血液输入 那么透过医生的一个诊断的输出呢 把这个诊断输出呢 然后呢 这个抽血以后送到这个实验室 去进行测验结果的一个输出 这个是有关于双层的一个服务供应的关系的说明 那其他像财产类资讯类也是一样 同学们呢 可以参考表上面 以及课文上面的相关的图表呢 来进行这个推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谈 有关于呢 我们这个服务供应关系管理的意涵 那有关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陈老师呢 来帮我们做个说明 经由上面两位老师提到了那么多的 服务供应关系的内容举例 那我们现在更深入来谈一下 服务供应关系 它管理的意涵是代表什么 要了解服务关系的本质 必须了解顾客供应者的二元性 以及它所导致的一些双相的关系 透过我们许多的观察 我们可以得知呢 服务供应管理的意涵 我们可以以三个观念来说明 第一个 服务供应关系它是一个极限器 而不是一个链的一个概念 同步生产和消费的概念 适用于大部分的服务供给的关系 例如当某人去洗牙去看牙医时 此一供应关系可概括为你的牙齿 跟牙医之间的一个弹衣的交易行为 我们可以看参考一下课本表12.2所说明 供应链可以延伸 而包含服务提供者的供应者 在双层的关系之中 因为服务提供者是代理顾客 寻求外部供应的协助 因此服务供应关系 它比较像一个极限器 而不是一个链的形态 极限器的形式呢 关系会比链更好 主要是因为它的迟缓的机会会比较 延迟的机会会比较少 且它资讯的分享会更较为容易 第二 服务产能我们可以比拟为是个存货 在产品的供应链中 存货是用来反反最终顾客需求的变异 并希望我们能充分地利用这些产能 在服务中 顾客端的输入通常是随机发生的 并且他期望输入的时候能立即被处理 举例来说 数十店的顾客 很少会让等待服务的时间超过几分钟 由于服务不能预先被储存 所以过剩的产能就需要被预先来做一个保留 以满足顾客的期望 或者是在可能时 预约系统可以用来排定顾客到达的时间 让服务产能可以完全被运用 第三 顾客提供的输入品质可能会有所便意 顾客提供的服务输入或资讯可能会不完整 顾客输入的品质可能会有良悠不齐的状况 在顾客输入有问题的时候 容易造成服务提供者 他履行承诺的困难 因此在提供服务前 要先与顾客很明确的有效的沟通 避免他们对服务结果产生一个错误的期待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如何来管理 这个供应跟顾客之间的服务关系 首先我们来谈一个概念 叫做双向的最事化 那什么双向之外 最事化 是指说一件事情能够让双方 就是让顾客感到满意 同时也能够提供企业 这个服务的企业 他所带来的最大的一个获利 那就是双向最佳化 双向的最事化 那么顾客直接参与 可以促进我们双向的最佳化 那么让我们的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双方 同时能达到最事化 换言之我们来说 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对组织成本效益能够很高 然后又能高度为消费者量身来定做的这样一个服务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进行下一面的一个单元 那么有关于我们刚谈到的管理服务关系 那么有相关的议题 像是我们产能的调整跟改变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委外的活动 那有关这方面的议题 我们请林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说 好 接下来同学我们来看看产能 对于我们行动式的服务人员来讲 什么叫做行动式的服务人员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提供者 他可能前往我们顾客的家中 这种产能主要考量是花费在每个会面工作的总时间 因此时间和两个会面的地点距离是有关系的 因为价值的创造绝大多数是行动式服务人员在与顾客会面的这段期间当中 因此前往顾客会面的地点所花费的时间 基本上来讲是没有产能可言的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更好的服务关系管理 让服务人员花费更多的时间与我们的顾客会面 可以让我们整体的产能大幅来做一个提升 所以改善我们的服务人员产能策略主要包含有三个 移转 取代 以及强化 我们下面就用我们的一个居家健康照护的服务来做一个例子 来做这个说明 第一个 移转的策略 移转策略是让我们顾客可以取得需要的知识 让价值以非常低的成本来做一个移转 最常见的方式我们就是用网页的方式 例如在网页里面兼FAQ的资料库 这种方式来呈现我们常见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 用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移转的工具 可以被来替代我们昂贵的人力的资源成本 并且可以提供顾客全天候24小时的一个使用 举例来说 病患可以存取网站上的疾病的一个特区 从中间了解这些药品的一个作用 副作用 以及症状 还有解释 以及我们用药的一个应该依循的一个步骤等等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取代策略 取代策略是用科技来取代我们能力的资源 我们用血压剂来做一个说明 对于每天他必须要量三次血压的人来说 他可能自动化的一个血压的量测系统 可以代替护士每天的一个来访 那电子血压剂在操作上面比较是容易的 而且他成本远比护士来一趟来访的成本远低于非常的多 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强化策略 强化策略我们指的是透过教导顾客来强化自助式服务的技术的一个能力 进而来提高我们的服务的产能 举例来说可以教导病患或者我们的家庭成员 简单的如何来更换我们的外科的一个服务料 这样子护士到访的一个次数成本又可以降低下来了 所以我们刚介绍的是三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意识性的一个课题 意识性的管理常用于我们的服务业管理 我们用最小化的分配服务能力的闲置时间 对产能的负面影响 那服务人员的产能主要会受限于花费在我们顾客 会面时的一个时间上面 那为了我们学习顾客要求的一个地方 还有偏好的工具技术 或者知识所耗用的一个资源 对我们行动式的人力而言来说 管理意识性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在于我们基于人员的最佳利用的原则 利用时间来配置一个系统 然后提供一段时间窗口给我们的一个顾客 那第二个重点也就是另一个重点 我们重点会放在我们工作人员的训练 拓展技术及能力的流程 那当找出工作人员可能闲置的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重新来训练活动 来填满那些空前的时间来获得我们的一个产能 那这样子的做法可以使我们公司获得更多的一个利润 因为利用促进技能的活动来填满闲置时间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届时能够腾出我们原本训练时间 所耗费的时间来提高我们的一个产能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个委外服务来进行 那什么叫委外服务 我们的一个服务提供者本身会与其他服务公司一起提供服务 以满足我们顾客 举例子来说 一个医生他利用外界独立的实验室来分析我们病患的一个血液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委外的血液的测试 委外服务他会有一些优点 那我们来看看优点有哪些呢 例如说第一个可以让我们公司能够专心置于我们核心的竞争力上面 举例子来说像美国征兵制的军队已经取消了士兵厨房的一个勤务 第二个优点从外部的购买而不自行旅行我们的服务 以减少我们的成本 举例子来说像清洁服务 我们就可以委托外面的清洁公司来进行 第三个不需要投资也可以使用最新的科技 像地区的医院他极少投资在昂贵的诊疗的仪器上面 像有些设备是非常昂贵的 例如说核实共振造影 那我们可以取用外部的厂商签约的方式来提供此服务 第四个我们优点可以利用具有经济规模的一个供应商来获利 那汽车厂商也嫌少有碰撞的修复能力 所以他可能委托我们的维修商来进行委外的一个服务 那当然我们进行委外就会有一些委外的风险需要来承担 这些委外的风险可能有几点 第一个我们可能丧失直接控管品质的能力 第二个资料安全和顾客隐私性的问题 第三个仰赖一个供应商可能会缩小未来的协商空间 第四个额外的协调费用和我们的延迟成本 第五个自行旅行该项的委外服务 我们的能力将会慢慢的丧失掉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那委外如何进行 委外的流程 一般而言由于这个服务它是抽象的 因此服务委外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 举例来说 为所需的这些委外服务发展一份这个规格说明书 它可能就已经很难描述 此外由于我们无法好好来监督 因此我们很难研判 我们委外履行的服务可不可以能够达到我们当初的预期 例如说要如何得知我们承包商所提供的这些工厂安全防护 是否有效 或者实际的商品是否能够运送前做一些检视 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拿到安全的产品 那我们整个委外的流程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这张委外流程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项目 就是确认需求 还有接下来是搜寻资讯 然后挑选委外公司 最后要对委外公司进行这个评估表现 那我们来细探每一个项目 每一个步骤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那么在确认需求的时候要先问题确定 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做不了吗 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产能还是没有时间等等 所以要是做自己或做或委外的一个效益的一个分析 那么有利益相关的人员吗 或者我们有去进行相关的规格吗 容易吗 那接下来如果确定我们就真的要委外了 我们就要搜寻资讯 有一些参考资料 对这个委外的面谈 外包上面谈 外包上面测的制作等等 然后谈完我们来挑选委外的公司 可能按照他们经验 声誉 他们推荐人成本地点公司规模等等方面去进行评估 那选定以后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真正委外以后的表现 评估上表现 可能要确定他们我们评估的方式是什么 他们工作品质如何 沟通状况如何 是否能够在期限内完成 他们服务的弹性 可靠性 是不是达到我们的一个要求 这是一个委外流程的一个说明 当然这个委外流程 还有其他的相关议题 因为委外需要安抚许多受影响的员工 所以会更加复杂 例如旅游的委外 清洁服务的委外 还有餐饮服务的这些委外 要有这个签约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既有的员工 一些这个感受 还有他们的工作内容 不像实体商品一样 它委外是可以把这个生产过程切开的 这个有部分的委外服务 是跟既有的员工 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互动 那么对企业的服务 通常我们都用客制化 来符合我们组织的这个需求 有些要辅导 我们公司生产流程的这些服务 那么对企业的服务 在本质上可能比 这个顾客服务技术更加的困难 因为它具有更高的组织 复杂度的一个需求 那么根据购买的服务性质的不同 那么决策流程也一样 那么举例来说 那么电脑软体开发委外 需要这个中断使用者主动来参与 而且最后绩效 当然有这个有很多的难以量化因素 但是像一些废弃物委外处理的决策 可能就比较简单 它可能单纯考虑就是这个成本 跟相关法规的一个问题 那但由于像是废弃物处理 跟一些法规有关 所以因此要选择一下处理 这个企业废料相当了解 不会为我们带来额外的法律行责问题的 这些公司才是恰当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对整个企业的一个服务分类 我们对企业的服务分类 这个可以用它的具体程度来归类 就是它这个服务的具体程度 像是洗衣清洁的服务 这是比较具体的 那么可以用具体程度高低 这样来做分类 来区隔数服务的特性 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用 像是这个对企业的服务的焦点 来做分类 像财产人员及这个流程 这样的面向来做分类 那分类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企业服务分类的一个结果 我们除了可以用刚刚焦点重点 也可以用委外的一个重要性高低 来做一个这个最后服务的分类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我们这个依照服务的焦点 跟服务的重要性两个构面 所提供出来的一个服务分类表 那么按照这个服务重要性的高跟低 还有这个服务的焦点 那财产人员流程就可以分为 大概有六种的一个分类 像是这个日常资源 这是重要性低 但是主要针对财产类的 那员工资源也是重要性低 在人员类 那么便利措施类的 像是比较低 但是在流程的外包类的 那么对于重要性比较高的 像设备资源类 这个财产方面设备资源类 那比较高的人员是员工发展 那么还有重要性高的 像流程类 这是专家的作业等等 委外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有关服务分类 那么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 这个服务关系的一个管理 那么今天很感谢我们陈老师还有林老师 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课程 也欢迎 也谢谢我们同学们的一个准时收看 再会